南宋的第六个皇帝叫赵琪 无论是作为一个普通人 还是作为一个帝王 这位杜宗赵琪 都是幸运跟不幸的复合体啊 作为一个普通人 他的母亲地位低下 怀孕期间呢 服用堕胎药 使他成为一个有着先天缺陷的人 这是他的不幸 而这样一个有着先天缺陷的人 却仅凭着与李宗的血缘关系 登上了无数人梦寐以求的皇帝宝座 这又是他的幸运 作为一个皇帝 他始终受制于全臣贾四道 被贾四道玩弄于鼓掌之间 这不能不说是他的悲哀 而虽然他昏庸无能 荒淫无度 但他统治期间内 宋朝的灭亡已近在眼前 却最终他又能得以寿终正寝 没有成为王国之君 这简直是他作为一个皇帝 无法设想的幸运 当年宋李宗曾经有两儿子 但都夭折了 此后后宫再没有为李宗 剩下皇子 有官员曾经建议 让李宗选宗室子弟 养育于宫中 择其优折为皇子 但李宗此时刚过中年 仍希望后宫能产下一子 所以没采纳 公元一二四六年 李宗已经年过四十了 还没儿子呢 立处之势不能无限期的拖延呢 于是开始误塑皇子人选 从感情和血缘关系来讲 李宗当然倾向于自己的亲侄儿啊 弟弟的孩子被他过激过来 这就成为后来的皇帝叫杜宗 他的母亲皇室本是使女 怕孩子生下来受自己地位影响 再受到别人的虐待 所以这位皇室使女 曾经偷偷服过剁胎药 但是没成功 所以杜宗极有可能 是在母亲的杜妇之内 受到药物影响而发育迟缓 手脚发软 很晚才能走路 七岁才能说话 贵人话语迟嘛 那么智力低于正常孩子 这就不好解释呢 宋使杜宗本记记载 说是杜宗 资质内会七岁使言 言必何度 李宗其之 这四句评语 除了说七岁会说话是事实之外 其余的都是史家义美之词 不足为信 由于赵琪的先天缺陷 当朝大臣很多都反对 把他立为皇储 李宗为了说服大臣 甚至与完全梦幻的这种梦境 来证明自己的想法是多么的正确 李宗华那片大伙 说自己曾经梦到过神人相告 说此子十年太平天子也 神仙告诉这个皇帝是平安天子 李宗此举是表明自己立处之势 遇到多大的阻力 只好采取这种无奈而带有欺骗的手段 可是李宗自己万万没想到的是 自己说出的这番谎言 竟然在若干年后成为现实 杜宗果然就做了十年天子 只是天下并不太平而已 李宗曾经向宰相等首要辅政大臣们表示 要立赵琪为太子 大伙都反对 说我们没有像史明远那样的才能 只恐怕他也没有陛下您这样的福分 这话里就带着讽刺了 史明远那是奸臣的 一语双冠 反对立赵琪为太子 而且也触及到了李宗跟史明远 阴谋窜媚的痛处 这些话都曾经让李宗很尴尬 无言以对 但毕竟大臣们说的又是事实 立太子乃国家大事 以丞相为首的文武大臣们 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 具有重要影响 李宗不能说听而不闻 但是李宗跟大臣之间的隔阂 那是由来已久 这时候有一个大臣叫贾四道 官拜右丞相 发现了军臣对质之间的矛盾 贾四道与那些反对立赵琪为皇太子的人 早有矛盾 所以他就站在了李宗这一方 坚决支持立赵琪为太子 贾四道此举为自己的后半生 留下了政治资本 李宗对太子赵琪的教育 还是非常严格的 赵琪七岁的时候 李宗就让他入宫内小学去读书 成为皇子之后 又为他专门建造了资善堂 作为学习场所 并亲自为他写了一篇资善堂记 这李宗还遍选名家 请了很多优秀的老师 都是明镇一时的大儒 作为这位智商并不高明的太子的启蒙老师 李宗对赵琪每天的日程 做的是严格规定 细拟安排 比如说 鸡鸣头一遍的时候 要入宫向李宗问安 鸡鸣二遍的时候 就得回到自己的宫中 鸡鸣三遍的时候 就得到会议场所处理正事 锻炼其理正能力 从会议场所出来之后 要去讲堂 听各位老师讲经说时 终日要守不试卷 傍晚时分 再到李宗面前问安 李宗借机拷问他当天所学的内容 回答的正确的话 就次作次查 回答的要错误了呢 李宗就得给他反复剖析 讲完之后 如果赵琪还不明白 那就要受到李宗的斥责了 令其明日再学 由于赵琪先天存在缺陷 所以学业并没有太大涨心 经常惹得李宗大怒 然而赵琪毕竟是与李宗血缘关系 最近的侄子 即便不成器 李宗也只能尽力而为 李宗知道赵琪资质差 很难有所作为 就为他娶了一位聪明机智 颇实大体的妻子 赵琪的妻子出身于名门 是李宗母亲全太后的侄孙女 这权氏皇后跟杜宗赵琪 论起来是表兄妹的关系 权皇后眉清目秀 仪态端庄 她父亲是一位地方官 权氏自幼就随着父亲游历各地 所以言语伶俐 对时局有较为清醒的认识 出入皇宫时 李宗曾经嘱咐过这权氏 说令尊尽忠而死 每每念及 朕深感哀痛啊 你父亲可是个忠良 这权氏听完之后 也没有哭诉 父亲去世 反而去问了李宗一句 妾之父诚然值得追念 可是怀胡两地的百姓 更值得挂念 言外之意 我父亲被国进了中了 怀河两胡一带的百姓 谁去管呢 哎呀 李宗感觉这个女子 才智出众 正是把她册封为太子妃 让她辅助赵琪 李宗去世之后 赵琪即位 这位宋杜宗尊李宗皇后 谢氏为太后 群臣对赵琪的能力 是心中有数啊 所以此时赵琪 虽然已经二十五了 还有大臣上表 请谢太后垂帘听证 可见 对这位新皇帝 智商的怀疑程度吧 终于因为不和祖宗法度 谢太后垂帘没成功 杜宗其位之初 出台了一些措施 以表示将力求有所作为 但实际 种种措施都是装模作样而已 很快 杜宗皇帝就沉迷于声色全马 很少有时间跟精力 去管什么朝政 史书中说 杜宗做太子的时候 就以好色闻名啊 当上皇帝之后 更加放纵 这一点 杜宗算是继承了 李宗的衣钵了 宋朝的制度规定 皇帝临庆过的嫔妃 次日早晨 要到宫门前谢恩 由主管官员记录在案 杜宗即位之初 一次到宫门前谢恩的嫔妃 竟多达三十人 可想这杜宗荒淫的程度 他是日夜沉溺于酒色之中 连宫闻都懒于披肤 那谁帮他披肤啊 交给最宠爱的妃子 会计郡夫人 王秋儿等人去处理 有大臣劝他 说帝王长寿的方法 在于修德 清心 寡欲 重简 这是长寿的根本呢 看来后宫之事 已经被外朝官员都知道了 只是这些人不敢明地 指责皇帝家事 而是以相当委婉的方式 加以归劝 杜宗当面表示 听局意见 实际呢 我行我素 谁都也不搭理 像当年李宗在世的时候 就曾经以崇尚礼学著称 杜宗呢 对这礼学也十分偏爱 可唯独礼学家提出的那条 存天理灭人欲 好像对他们俩父子 不起什么作用 杜宗仍然沉迷于美色之中 是醉生梦死啊 正当杜宗 无暇顾及朝政的时候 贾四道这样的权臣 却日渐得以 肆无忌惮 祸国殃民 贾四道 当年曾经支持杜宗 作为皇位继承人 这可是南宋末期 一位著名的奸相 贾四道是台州人 出身官宦世家 他父亲叫贾舍 曾经立有战功 当官当到了淮东治治时 母亲娘姓胡 是贾舍买来的小妾 既然是妾 就被正式夫人所不容啊 被贾舍嫁给了一位石将 贾四道很小的时候 他父亲就去世了 由于没人管教 这贾四道 终日就在社会上游荡 后来贾四道的姐姐 被选入宫中 深得李宗的宠爱 贾四道呢 就凭借着这么一种裙带关系 得到了李宗的青睐 被调到京城为官 到后来 青云直上是官院亨通 三十多岁的时候 就当上了参政之士 这相当于副丞相的位置 公元一千二百五十九年 贾四道以右丞相的身份 入主朝政 登上了权力的顶峰 此时还有左丞相叫吴钱呢 吴钱跟贾四道是分享权力啊 下逢李宗皇帝立储风波 非要立赵齐为皇子 吴钱就非说的赵齐智商低 不能立为皇子 所以军相之间发生分歧 贾四道趁此机会迎合李宗 赢得了李宗信任 最终把左相吴钱赶出了朝廷 而李宗这会儿也进入了暮年 待于正式 贾四道控制朝政 独揽了大权啊 杜宗计位之后 因为贾四道有策力之功 所以对这贾四道既依赖又畏惧 贾四道每次上朝 行臣子之礼之后 杜宗都要对他回败 称其为师臣 你想这皇帝得多么畏惧这位大臣啊 既成师臣 那就不敢直呼欺名啊 每次退朝的时候 杜宗都要站起身来离坐 目送贾四道背影 离开朝堂 然后才敢坐下 朝臣因此把贾四道 比坐西周时辅助周成王的那位周公 这也是够能够拍马的了 杜宗即位之初 贾四道主动要求担任 李宗陵寝的总护陵使 宋朝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啊 先皇任命的宰相 担任先皇的总护山陵使 担任这个职务之后 一般大都不再回到朝廷 就此退休了 以此表示对先皇的忠心 贾四道也这么做 当然不是想退休啊 他的用意在于探取一下 杜宗皇帝对他的态度 杜宗当然是拒绝贾四道 担任山陵使的要求啊 需要他继续留任 可不久又下诏 同意贾四道担任山陵使 暗示是希望贾四道退休 一些在朝的大臣 马上提出杜宗此举 处理适当啊 要求杜宗另派总护山陵使 可是杜宗呢 希望借此机会 摆脱贾四道的控制 并没有同意 李宗下葬之后 贾四道立即上表请辞 而且没有回到京城 直接回到泰州老家 同时暗中指使亲信 叫吕文德谎报军情 说蒙古军队 大举围攻边境料赛 消息一传到京城 把满朝温武都吓傻了 杜宗也好 谢太后也怕 连忙召贾四道回京 拜他为太师 让他主持大局 其实没怎么回事 贾四道回到京城 当然边关之危 也自然就解除了 通过这种手段 贾四道夺回了相位 将杜宗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手中 此后 贾四道又多次采用这种 以退为进 欲擒故纵的手段 要挟杜宗 以求得更大的权力 贾四道曾经多次上表 要求辞职 杜宗呢 就得百般挽留 但是又都无济于事 人家非得走 刑期之下 挤来的这皇帝不顾君臣之礼 哭着给贾四道下拜 恳请他留下主政 你说这皇帝当的什么劲呢 参政之势 有一位江万里江大人 急忙扶起皇帝 自古以来没有这样 施君臣之礼的 皇帝不可拜 四道不可再延去 就这样总算把这事 给平定下来 杜宗的举动 也出乎了贾四道的意料 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也就答应留下 出来的时候 贾四道举着护板 向那位参政之士 江万里致谢呀 今天要不是你在 我贾四道就成了千古罪人了 真感谢嘛 实际是得意呢 皇帝都给我磕头了 在这番道貌岸然的言辞背后 贾四道是玩弄皇帝 与鼓掌之间 透出一丝得意来 与贾四道的阴险奸诈相比 作为一国之君的这位 宋度宗 懦弱无能 假之到了极点了 他根本就不是贾四道的对手 更谈不上有能力控制他 贾四道此后行事 更加的肆无忌惮 甚至杜宗的一举一动 都受他的操纵 有一回 杜宗举行明堂大礼 祭拜祖先 贾四道作为大礼的使者呀 在典礼结束的时候 杜宗到景明宫去祭奠 恰好是天降大雨 贾四道赶忙 让皇帝等雨停之后 乘车回宫啊 杜宗胡贵妃的父亲 以为道路泥泞 请杜宗效仿当年宁宗故事 有一次宁宗也碰见大雨 就没坐大车走 坐小车回宫 小车好走啊 杜宗说 你要呈合乎礼仪的龙居 碾回宫 那是贾四道的意见 胡贵妃的父亲谎称 坐小车已经得到贾四道批准了 您就放心吧 就这么 杜宗坐小车回宫 不一会儿雨过天晴 杜宗刚到宫中不久 贾四道就来了 是勃然大怒啊 说臣为大礼使啊 这一次祭拜祖先的大礼的 得听我的 我请陛下坐大车 陛下怎么事先不通知 我就坐了小车了呢 当天表示 我去也已决 辞官不做了 好 接着是胡搅蛮缠啊 可把这皇帝给急坏了 杜宗无奈 只得把胡贵妃的父亲给免了职 贾四道呢 回到西湖边的豪宅居住 想扶去了 贵妃胡适 也因为父亲的原因 被送到尼古安里 落发维尼 其他跟换小车有关的所有人 都受到严厉处罚呀 这一下 贾四道更威风啊 就因为皇上换了一个小车 换了一大批贾四道的政敌 贾四道大权在握 就开始结党营私 排斥一几 凡是跟那一见不合的人 轻则受到斥责 重则遭到摒弃 终身不用啊 你像什么 执政江万里呀 台见陈文龙啊 别看都帮过贾四道的忙 中阴不是同路人 而遭的贬折呀 就连状元出身的文天祥 都在三十七岁的时候 被迫辞职回家了 贾四道召集百官一事 西间他历声问道 各位如果不是有我拔着 怎么能到达此位呀 百官没一个敢吭声呢 贾四道就这么狂啊 虽然在西湖边有豪宅 他是身居简出 很少到公堂露面 但朝廷的大事小事 都得让他知道啊 没他批准 哪条也行不通啊 他又不上朝 怎么办呢 那些文历 每日抱着文书 道德贾府 等待贾四道裁决 其他的大臣 不过就是冲个数 签个名而已 没有任何权利 贾四道把这类事情 统统交给自己的门客 几个亲戚人处理 而自己呢 每日在格陵司宅里 尽兴游玩啊 这贾四道原本就是个浪荡公子 当政之后是变本加厉 杜宗皇帝允许他十日一朝 而贾四道有时甚至雷也不吵 一个月也不露面 有时候五日一入西湖艳游 被人称为朝中五宰相 湖上有平章 贾四道裤外斗蟋蟀 经常跟妻妾们趴在地上斗蛆蛆玩 有一次 一位平日的玩伴恰好赶过来 开玩笑说 这就是军国重视吗 贾四道也因此得了一个 蟋蟀宰相的美名 这哪是美名啊 简直是明着骂呀 他在格陵司宅盖起楼台亭械 把不少绝色的宫女娼妓 甚至于尼姑都聚集到这里 日夜淫乐 声色全马 贾四道这么一个人 可谓不学有术 怎么叫不学有术啊 他没读过什么书 平日里试讲的时候 杜宗问他一点 京史中的疑问之处 古代人名 他答不出来 他没看过书啊 不过旁边有人能帮着他解围呀 就连资质努顿的杜宗 回去都向后妃们 嘲笑贾四道的无能啊 但是这是不学的一面 有术的一面 就在于贾四道 玩弄权术 排斥一己是无师自通啊 他为政三朝 专权胜过秦桧 含陀昭州 十米远 众人 带来的危害 也远远大于三人了 国家危急 他却纵情声色 将国家命运置于不顾之地 导致了南宋王朝的土崩 瓦解 我并不是不顾之地 是我们的家灵 也不顾之地 是我们的家灵 就是我们的家灵